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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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 早安 爹, 不好意思, 睡著了 爹, 本日等你很久了 表哥, 為什麼你的臉這麼紅? 是嗎?我也沒留意 是呀, 為什麼會這樣? 是額頭有點熱 快拿杯熱水來 坐下 你先喝吧 真的很熱 是呀 是不是很不舒服? 應該沒事吧, 少許不舒服 少爺, 水吧 謝謝 很熱 不要 表哥, 怎麼樣? 真的很不舒服 收眉 等一會兒要跟繼祖看看大夫 你放心 石仔患的確是寒疹 因為他自小看虛氣藥 又有發洋調的患症 所以病情是會比普通人嚴重的 不過只要跟隨藥方服藥 自然會痊癒 我已經幫石仔收拾了幾匹藥 久忌 是 這裡有十四天的藥 你們每天煮一包給他吃 記住, 麻煩火火 三碗水煮一碗就行了 石仔身子還是很虛弱 我加了一些活血補氣 和滋補的藥材 他喝完好了, 開再回來找我 藥材很苦, 石仔怕不怕苦 我再加幾顆家應酯給他過口 石仔不怕苦 不過我想吃家應酯 道大小姐, 藥材我們沒有錢 現在最重要就是治好石仔的病 之後還要好好調理, 顧本培縣 這樣才可以強健他的身體 至於錢, 你放心 我是不會收你們的 謝謝… 道大小姐, 你的大恩大德 我們真不知道怎麼報答你 你真是好人 上天一定會保佑你 你會嫁個好老公 又會年生季子, 還會義書滿堂 你們別客氣了 記住, 一定要依時服藥 如果石仔有什麼問題 就立刻帶他過來 讓我幫你看看 道大小姐, 你真是有菩薩心腸 謝謝… 謝謝… 究竟, 送他們出去 是多少, 石仔 謝謝… 謝大夫, 我真的很辛苦 我整身發沖 然後臉上都出了紅疹 究竟是什麼病 強哥, 你不用擔心 應該是寒疹 寒疹?不是 我看見那些人面上 都出了顆顆的紅疹 會不會是那些傳染病 任大夫 這些人的症狀全都一樣 這麼多年都沒出現過寒疹 難道今次後再發好花? 市長夫人… 副市長… 曲小姐 副市長, 你也出紅疹嗎? 糟了…這麼多人出紅疹 會不會… 鄭大夫 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會這樣? 這麼多人一起有這個病 鄭大夫, 會不會是瘟疫? 別找你 別找你 很大件事 大夫, 你快去看副市長吧 是…副市長 現了小孩, 我可以出診了 那個弟弟, 快走 這群人是除了蒼蠅來的 昨天他們抓了上春堂 走出來的老鼠 還拿著煲來吃 天啊 還有, 這個弟弟在骯髒的地方生活 吃了骯髒的東西 就傳染病給我們 老鼠, 你看不看? 昨天我弟弟不是咬了你一口嗎? 接著他就傳染病給你 你就傳染了給我 不會的 杜小姐說過, 她的病是不會傳染的 不會, 不會 你怎麼會出紅疹才行? 繼祖, 為什麼要去這些地方? 老太太, 走… 大家冷靜點 我們應該先弄清楚這件事 不要… 不要拿他, 快走 走… 外面這麼吵, 什麼事? 大小姐 外面又不知道為什麼 多了很多人來看病 而他們的精重 和剛才的小孩子是一樣的 他們還說到被他們惹回來 總之外面現在存得很厲害 沒理由, 寒親不會傳染的 還有, 副市長他也來了 好像班人一樣, 都是這樣 繼祖也有事? 我們也很想… 繼祖, 你怎麼樣? 我還能撐住 繼祖今早會起床見頭暈 還有點發燒 你看, 還出得整個臉都紅疹了 你快請你爹出來看看他 對, 我很擔心 是不是真的會傳染的? 對, 最重要是否有傳染 對, 我知道什麼… 大夫出來 佳琪, 你不是說病不會傳染的 你跟大家說清楚 大家聽我說 你們的病應該不會傳染的 應該是寒診 只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是同一時間病發而已 寒診? 這是什麼?又不跟進去 不是, 杜小姐 你看到那個小孩咬了父子掌一下 我問問你, 寒診會不會咬人? 寒診是不會咬人的 那倒是, 現在小孩咬人 那豈不是寒診? 對… 佳琪, 你始終不是大夫 斷症體病的事 還是找你爹好一點 佳琪, 斷錯症可大可小 這些話不能亂說 杜小姐, 你又不是大夫 你不是亂說的 杜小姐, 那個病會不會惹開去? 是… 你又不是大夫 是…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 不是… 大家不要吵 杜大夫 杜大夫… 杜世伯 杜大夫 你們的病會不會傳染 我看過之後就最清楚了 你們來求醫 就是相信我們上春唐富招牌 不然的話, 大可請靈魅良意 杜大夫, 算了他很辛苦 你可不可以先替他看病嗎? 杜大夫 你怎麼看我們? 你怎麼看我們? 杜大夫 你怎麼看我們? 杜大夫 你們別吵 如果想我看病的 就全部都坐在這裡 逐個來 好, 我們坐在這裡 杜大夫 杜大夫的病確是寒塵 絕對不會傳染的 那為什麼村民會有這麼多人病? 難怪你們不知道 寒塵之症在佛山 已經很久沒出現過 上次出現已經是三十年前 光碎年間 很久寒塵只是在北方乾寒的地方 才會有 嶺南之地絕不敢有 很久使領過了雙鋼 天應該轉涼 但是雙鋼那天反而出猛兒頭 就像大鼠一樣 既然天氣這麼反常 就最容易積聚邪風外侵 我記得當年出現寒塵的時候 那個天氣也是一樣反常 杜大夫 既然病不會傳染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 同一時間染病? 這個病本身身體強壯的 就沒那麼容易患寒塵 但是如果身體散藥 後天不足的 就最容易患寒塵 對, 石仔也因為長期吃不飽 先天不足 所以才會出寒塵 如果日夜顛倒 好喝好玩而不惜自製的 也容易患寒塵 我知道誰了 一定是那個病嚴嚴的 口中鬼那麼臭的副隊長文強 在這裡, 大夫 但是我算了他一向生活景點 為什麼他也會有寒塵呢? 如果徒勞多累 成小事凡者 也容易有寒塵 怪不得了 算了最近公私兩忙 又要籌備結婚的事 又要處理好市政廳的事務 日熬夜熬, 終於熬出了病 杜大夫, 副市長的病 要怎樣才能治好? 既然是確診 只需要復用十全方 一年十四劑藥, 每天一劑 吃到第五天 紅診就會開始減退 復完之後一定十足傳遇 本來有杜大夫診時 應該可以藥到病除 但是要吃五天藥才可以退診 那三天之後是他們大婚日子 那怎麼辦呢? 是 媽媽, 既然是這樣 不如我們把分事延期吧 延期? 行 媽媽 對了, 莊伯母 身至重要, 等繼祖先康復 都說過了 你們在結婚之前見面 不要二頭 家好的不靈酒的靈 真是有符佳 是 但是我們請了這麼多達官貴人 還有許司長答應做他們的主婚人 不要緊, 表姨媽 但是表哥身子很重要 但是那天是全年最好的日子 我們選了這麼久 才選擇這麼吉日良辰 突然改期, 我怕不太好 不是吧?分期都改 媽媽, 真是大吉利是 不是吧?我只是有句話說句 杜大夫, 你的衣術這麼高明 難道真的沒其他辦法? 媽媽, 你不要為難度世伯 現在通知所有人分期更改 還來得及? 改期這麼大件事 我一定要跟你爹商量一下才行 慢著, 你是個小小寒蠢 怎麼難得我到心呢? 好, 我就在三天之內 依口繼續寒蠢 既然我上春堂要辦喜事 我就要辦得風風光光, 奔下滿堂 好, 那就最好了 好想做吧 適合你 什麼事呢? 醫師不太好, cann斜 杜大夫這麼久還沒出來 究竟有什麼事?杜師 副市長說那些寒診,他有得醫治嗎 我怎麼知道 來,杜大哥,來 杜大哥 來,杜大哥,醫治我們嗎? 是呀,是呀 你們的病情,我都問過其他醫師 跟副市長的病是一樣的,都是寒診 不過這樣,絕對不會傳染給其他人 這樣也好一點,我會心點 怎麼樣? 凡是日夜顛倒 重慾不識得致祭者,最容易得害羞 而身體虛弱,後天不足的,亦一樣會有 本來據證下約,醫方復陽 復十四的藥,便可弱到病床 等十四天會不會太久了? 我也知道,如果復四十四的藥 而患者又不可以操勞 的確影響大家的生計 視乎我上春堂和市長三天之後 又辦喜事 我也想佛山的市民高高興興 所以我決定我親自監督 練習一姐可以在三天之內 就是治好大家寒蠢的藥緣 好… 明天你們再來我上春堂 就會有藥成 那這樣就好了 大道大夫,我現在也很辛苦 那怎麼辦? 其實只要喝多點水,用清水去抹身 減輕發熱,這樣就沒那麼辛苦了 副市長,那這群外匡人怎麼樣? 萬一…我是說萬一 他們真的有傳染病的話 我們不可以讓他們到處走 那就能有的 我不能夠 別人 雖然說要對 真的也走 說萬一 那我可以拍到 我可以拍照 表演 你們 大家看清楚了 森爺,這張藥坊一半藥材 是至寒至陰 另一半藥材反而是至熱至乾 不管,我撿藥材也撿了幾十年 從來沒撿過這種藥坊 真是古古怪怪的 而且這條坊還是雙沖雙黑 是用藥的大忌,違反了醫療 沒錯,是藥 因為我這張藥坊就叫十八藥 十八藥? 爹,世間真的有十八藥這個藥坊嗎? 我只是在古舊醫書見過十八藥這個名字 但究竟有什麼藥 醫書是沒有正式提過的 當然沒有,本來是寒寢之症 用十全方便可醫治 但如果在三天之內醫好寒寢 就一定要用其課 所以爹才有心力血想出這條十八藥 而用藥方面 就要陰時、陰地、陰人 既然時令反常出現寒寢 我就要反其道而行 寒寢數至寒至虛 我這條十八藥 就是要強行將患者身上的寒氣 全部逼出來了 那病者豈不是很虛嗎? 越虛就越好 然後我再用致養致意的大保養 替他調理身體 先寒浩躁,唯之一正一犯 一虛一殺,二去虛會 正反反覆三次,唯之三正三犯 明白了 遮一口砂糖一口糞 掛完他一巴掌之後再砍他 總之先來要他欲仙欲死 之後就要他生不如死 你說的事沒有一句好聽 不過這樣,你這次形容得來 也算挺貼切 是嗎? 跟官那麼久不知道官姓甚麼嗎? 好了,閒話小說 我們還有趕制十八藩 因為還有經過三炒、三治、三斷 三灰、三精、三煮 十八道工序,缺一不可 這是最精煉的製藥方法 而這次我用了九正九反 九陰、九陽的藥材 製出來的藥,我就叫他… 九九正氣丹 好,九九正氣丹 只聽過名字都知道教細糖 必定一躍風行,買過滿堂熊 三十年前,寒寢之症患病者屬霸人 而這次寒寢來得這麼急 我相信也不會少過五百人 所以我們要趕制五百咸九九正氣丹 每咸三日藥 還有在天朝、天光之前趕氣 天光之前?那不是做通宵嗎? 這麼多藥材、這麼多功夫 我恐怕趕不及了 二叔,救人如救火 不盡快醫好帶一腳病 萬一越來越多有患病 那就是一塊不可收拾了 天下無難事,最怕有人冒心肝 來… 立刻…開動… 走吧…快點… 佳琪 你三日後就要出嫁 爹不想誤了你的大好日子 爹,我知道你處處為佳琪著想 你為了我們的分歧,勞心勞力,趕制若縣 但其實我和繼祖是不介意延遲分歧的 莊家的人也不是很明白事理的 但是你未來奶奶就最擔心更改分歧 就算她真的不介意 我也不想她心中有一條詞 半條都不可以有 爹 爹,你找我有事嗎? 繼祖,覺得怎麼樣? 我沒什麼 先坐下…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就不要回家辦公 你未來外父也叫你回家等吃藥 你就在家裡好好休息一下吧 爹,原來外面已經很多人感染了 我怎麼可以不理會兒呢? 我知道,不是叫你不理會兒 等趕制那隻靈丹妙藥之後 病人吃了,快點康復就好了 繼祖,過兩天就是你的好日子了 有很多事你要準備的 這些事你暫時別管那麼多了 爹,你放心吧,我有分數了 你整天都說有分數 你知道嗎?你這頭親事 爹已經恨了很久了 佳琪真是個好女孩 她知書色脈,然良熟德 而且醫學世家 一點都不失禮我們莊家 我當然會好好對戒琪 那就好了 總之我們兩家結成恩親之後 以後就可以相扶相成 還有,南京政府 一直留意你在佛山的政績 我市長這個位置遲早是你坐的 以後莊家就靠你了,繼祖 不用像現在這樣 每次都要看你媽媽外家的人的臉色 爹,許市長始終跟我們是一場親戚 還有我們婚禮的駐婚人 駐婚人,我一點也不稀罕 許崇明,他正式是黃鼠狼拜年 你放過有好大血 大家記住,步驟不可以出錯 拿藥材,少一分不行 多一分也不行,知道嗎 一點挺才藉可能 挺十分之餘 會是有一關嗎? 糟敢會是伯母 最狠 Dz去節目 真正式有公共 眼中預製練成功 狗仔 是 通知森爺 這盒狗狗正氣丹是我親自練製 一天一粒 三天之後包你弱道病除精神爽力 謝謝, 導師伯 那真好, 有杜大夫你的靈丹妙藥 我們就算了不會有事了 不過我知道 我們佛山還有很多市民都有寒塵 如果他們個個都有狗狗正氣丹 你放心 狗狗正氣丹不僅是這一盒 我做了很多, 足夠有餘 不過如此, 如何使得患者 都能吃到這隻狗狗正氣丹 就讓大家好好商量一下 爹, 不如我們… 繼續 現在最重要是你自己先吃藥 是呀, 聽表姨媽說先吃藥 吃完藥還要好好休息 但是狗狗正氣丹的事 我是和你爹談的 你吃了藥, 最重要是正心休息 杜兄, 你真是本事 在這麼短時間之內 就研製了這隻狗狗正氣丹出來 祝福我們佛山的市民 正所謂醫者父母心嘛 我們上春堂和莊兄一樣 怎能看著佛山市民患病受苦 而自此不離 對的… 不知道杜兄認為 如何安排才是妥當呢? 既然莊兄這麼問 我就不妨開門見山說清楚了 這次我們上春堂 總共做了五百盒狗狗正氣丹 用了一千五百個大藥 也就是說, 每一盒成本都要三個大藥 成本這麼高, 還有五百盒這麼多 真的需要這麼多嗎? 當然要了 現在寒寢來得這麼急 很多人患病 如果賢醫治又或者醫治不度 會死人的 正所謂救人與救火 一定不可遲 當然了, 不過一盒藥也賣得這麼貴 我恐怕普羅的大眾 未必每個人都賣得起 我也知道我難處, 只不過莊兄 你身為佛山市長 我想你跟市政聽 一定會想到一個妥善的辦法 令患者可以服藥 我說得對嗎? 你說得很對 防範疫症, 我們市政聽是責無旁貸的 不過, 我也不肯老實跟你說 我們市政聽每年的預算 一向都是貪貪的 這次就算我們資在一半 也要七百五十個大藥 一時之間, 我真的怕籌不住 我想莊兄, 你誤會了我的意思 如果市政聽想書解民群 只要拿一紙公文就行了 一紙公文? 沒錯, 我們上春堂在佛山 已經有八年基業 又怎麼忍心看著佛山市民患病受苦 況且我昨天已經當著大家的面子 說得很清楚 一定會盡快治好大家的寒塵 那杜兄弟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就是說 這次這一批藥 我們上春堂一個前都不會收 不過為了意義安排的秩序 我希望莊兄以市政聽的名義 出份公文 清清楚楚告訴大家 道兄弟真是責心人口, 贈醫施藥 那我們佛山的市民真的有福了 這次我不僅要幫佛山市民 我還想幫我未來女婿 繼祖遲早都會成為佛山市長 而這份禮 我就當是他送給佛山市民 那患者吃了我們上春堂的藥 自然會弱到病除 繼祖也有功勞 是的… 杜兄真是想得周到 我們兩家人結為恩親 這也是我們繼祖的福氣 不過我一直為一件事煩惱 就是佳琦的嫁妝 你們莊家甚麼都有 我送甚麼給你們都覺得足氣 客氣… 靜靜這份狗狗靜氣單 就當作最好的嫁妝 你覺得怎麼樣? 好, 非常好 杜兄, 你佳琦的賢良熟德 其實我和夫人一向都很喜歡她 她嫁入我們莊家之後 我們一定當她親生女的看待 你可以放心, 很合襯的 既然大家已經是恩親 那就不用這麼客氣了 莊兄, 現在當務自及 就是以市政廳的名義 出份公民, 安定民心線 好, 休息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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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藥太郎 好, 二爺, 二爺, 自己人… 先給我一些藥 不是, 沒規矩, 派對 不是, 俊哥, 我真的很不舒服 我不吃藥, 我會死的 你也知道我們上春堂的藥 很浪費了吧 我們這隻狗狗靜氣單 功效神奇, 藥刀病除 而且還下足料 裡面全都是珍貴藥材 只是成本三個大洋 現在我們上春堂不用錢 免費派給大家 好, 謝謝… 謝謝… 既然這麼加勢 拿多一瓶龐阿珊, 行不行? 你真是大河南 看不到這麼多人排隊 是… 是隊的… 大家排好隊 別吵, 一定有藥 阿俊哥, 那我先回去吧 大家排好隊 來, 我們這隻狗狗靜氣單 一盒有三天藥 每天吃一粒 花給我們三天之內藥刀病除 逐個來, 排好隊 謝謝, 二爺 怎麼了?吃了藥會痊癒的 吃藥會痊癒的 吃藥會痊癒的 當然不苦了 吃藥… 吃一看, 哥哥吃藥 紅疹也開始退了 對… 對 如果想像哥哥那樣 就快點吃藥了 謝謝… 吃藥 老大小姐, 副司長 你們兩位真是好人 謝謝… 謝謝 不用客氣 不用客氣 看來這份家裝 真是我們佛山市的及時遇 家裝? 為你爹說 狗狗靜氣單 就當作我們的家裝 你看爹對你多好 他想你快點痊癒 他當然想我快點痊癒 這樣才可以如期跟他的女性親 謝謝… 謝謝二爺 謝謝… 謝謝二爺 二爺 阿琛, 全都派了, 走吧 爺爺, 我說患了寒診 他一定要吃藥 拜託你讓我養 他全都派了, 看不到嗎? 走吧 不拜託你讓我養 我沒有養 你一定要吃藥 我要養… 快點… 東南八俠又派完了 各位, 今天藥已經派完了 大家走吧 甚麼? 我想說, 不是做事 快點… 大家冷靜點 副市長, 你來得真正確 我們真的有病 沒有你們也要讓我們死定 對, 怎麼說 真正確 真是沒辦法 副市長, 這麼多人有寒診 我們上春堂只有這麼多藥 你以為神仙會變出來嗎? 讓我和爹商量一下 可能會有辦法 有甚麼辦法? 大家放心 我保證我們上春堂一定有藥 醫好你們的寒診 對… 大哥, 這次你贈醫師藥太仁慈了 外面那群人貪得無厭 有病沒病都來拿我們的狗狗證器單 我們上春堂而已, 不是善堂 爹, 外面真的有很多人有寒診 有些還是很遠走過來 他們拿不到藥 坐在市政廳門口 說拿不到藥就不肯走 他們賴死不走, 難道死女兒就給他嗎? 不過這個寒診真的來得很兇猛 只是幾天而已, 就有很多人感染 真的有很多人需要這種藥 佳琦說得對 馬上再做多五百合九九正氣單 不是吧, 大哥 你沒想清楚嗎? 又做多五百合正氣單? 就是說我們上春堂 又再丟一千五個大洋下海? 一千五個大洋算甚麼? 我們上春堂比不起嗎? 舊家扶藝是我們上春堂的宗旨 贈衣絲釀是我們上春堂的福氣 對, 我扮人家當我們是福頭 你聽不到我說話嗎? 聽到 馬上準備, 馬上開工 趕再多五百合九九正氣單 馬上拿去市政廳 是, 上爺 好… 走… 好… 怎麼這麼久? 馬上, 走開了 好可憐 等到很累了 等到很累了 對, 很累了 回後面… 走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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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放心吧 上春堂已經在趕製狗狗正氣單 很快就會送過來 那是甚麼時候才有呢? 我們等了很久, 很辛苦的 副市長, 是不是一定有藥給我們 這樣會不會沒有的? 一定有… 你們先去排隊吧 大表哥 君弱, 為甚麼你會來呢? 表媽媽擔心你, 所以來看看 雖然你吃了藥 但你還沒完全康復了 回家裡休息吧 我沒事的, 你放心 有藥派了 快點 快點 佳琪 繼續 藥剛才免制好 雖然是遲了一點, 等到有二百合 接著還會有三百合送過來 真是辛苦你了 不辛苦, 我只是怕不夠藥派 應該夠了, 人們等了很久 我們去幫忙替你們 大夫哥, 佳琪 你的病還沒康復, 休息一下 是呀, 計了 你聽關藥話, 藥到了 你回去休息吧 威姐 阿婆, 你也沒有紅疹 沒有病就不要排隊拿藥 走吧, 阿婆 是呀, 別妨礙了, 走吧 總管, 我真的有病 你看, 沒花沒架 真的假的 求求你吧, 我在等藥救命 你帶他走… 走… 快給點藥… 快給點藥… 記組, 你等我過去吧 你回去休息 君弱, 你送他回去吧 放心吧, 先回去休息 快給點藥…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他那些都不知道是不是寒診 在假裝病拿藥 杜小姐, 我…我真的有病 這位婆婆應該有寒診 快給他吧 記住每天吃一粒, 多喝點水 三天後就會痊癒 我知道了, 杜小姐, 謝謝你 謝謝… 你怎麼這麼久?快點 你怎麼這麼久?人家不等你了 走吧, 走吧, 快點 快點, 快點 是, 下一個 收買狗狗正義單, 五個大洋盒 你說錢幾二賺 扮花臉貓, 排隊打個八甲磚 有五個大洋盒, 是 是, 下一個… 你們這些壞人 我們上春堂的藥是拿來救人的 你拿去買? 有這種藥真的這麼值錢嗎? 你不知道嗎? 上春堂的人說 這盒藥值八個大洋 我們五個大洋收回來 八個大洋賣出去 現在也只賺三個大洋 我們附近南海和信德 到處都是寒診的 上春堂的藥這麼漂亮 那邊賣成十個大洋 我們發到豬頭一樣 真的要多謝上春堂 下一個 差一個 難怪你 下位… 我有合藥 是不是真的可以換五個大洋? 是呀, 拿來吧 拿來吧 一人哥 二人哥 婆婆, 你真的有病 還拿藥來買? 我排隊排到現在才排到我 求你幫我買藥 我家裡只剩下我和我媳婦 我媳婦也有病, 還有一口痠 我只是想拿藥來換幾個錢 太好了 真是無賴, 卑鄙 又是你 你當然不想見到我 我之前看見你幫我拿回金蓮 我當正你是好人 誰知道你沉夥打劫 給錢給沒有病的人 去拿我們上春堂的藥 然後高價賣出去 你也挺聰明的 這樣也被你估中了 你這樣做已經很不對了 最過分的 是你明知道婆婆等著這藥去治病 你拿她合藥, 那她的病怎麼樣? 她隨時會沒命 你這樣埋沒良心 和謀財害命有什麼分別? 堪血噴 杜小姐, 我想你弄錯了 婆婆, 我沒拿你的藥嗎? 沒有, 你看 這位大兒給了五個大藥給我 但你這盒藥他沒要 他要我回家自己吃 這位大爺是個大好人 你別怪錯好人 婆婆, 叫我哥哥就行了 回家吧, 你的孫子在等你了 謝謝 不用, 謝謝 無論如何 就算你對婆婆好 這些藥是我們上春堂的 不過現在的藥是屬於我的 你要買, 行, 一分錢也不少 無賴 無不無賴, 見仁見智 沒錯, 我的確是拿來上春堂的藥 但我沒想過和有病的人買 雖然我們做生意就是要賺錢 但我們不會賺那些陰質錢 那不叫陰質錢? 我們的藥 免費派給有需要的病人 你現在用來賺錢 你會賺得安心嗎? 安心, 為什麼不安心? 我知道, 你們上春堂是大戶人家 大有錢人 你們要辦喜事嘛 所以就鎮醫書藥 好聽說的就是恨善積福 不好聽說的就是孤名吊血 我們哪裡是這樣? 你可以不承認 但是我也不會跟你爭辯 其實租先師不是醫人就救 就像剛才那個婆婆那樣 你醫好她就怎麼樣? 她家裡一群人等著開飯 沒錢開飯是不是一定會餓死 其實我在幫你們上春堂行善職德 我想起來應該是你多謝我之真 現在你們把我們狗狗正氣單 有病的人是沒東西吃的 那是不是好事? 有時候眼光要放遠一點 不可以更膚淺的 現在除了佛山有寒診之外 就連南海和順德一帶都有 那我拿去醫藥再運去給人 那不一樣可以救到很多人? 至於你說有人沒有藥用 那就要你上春堂做多點善事 練者多點單藥出來做福大家 我們做多點? 就是會把你們都抑掉 別這麼說, 只是以出之物 總之我丁一元 是不會要有病的人的藥 那些藥一定是給有病的人服用 那至於那些又沒病又窮的人 拿藥來又可以換到錢 又買到他們需要的東西 你們上春堂又可以行善職福 何樂而不為呢? 楊哥, 說得好 總之…我知道我不跟你們爭論 但是你們說的全都是歪理 歪理還是真理呢? 並不是你跟我說的 只要有能力的 自然說的就是真理 我們走 來 楊哥, 楊哥, 楊哥… 呼吧 走啊走 歲月仲未飛返 睜開兩眼 面對未來 遇到最愛未感愛 即使敬待 每次的感慨 找天還事有意外 荒原始终没放开